文匯报报道 开心香港渔农嘉年华 昨天和今天两天在乐库广场举行 现场设渔农和环保主题的摊位游戏 还有十几个摊位销售多款本地时令渔农产品 不少市民选够港产有机鱼菜 更加赞叹香港农产品不顺于外国货 有立法会议员说 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受了 凸显本地渔农业的重要性 香港渔农业面对土地和人力不足困境 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支持 包括加快农业园的建设 和制定香港渔农发展蓝图 比年轻人看见行业前景 吸纳新血入行 行业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东方日报报道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 讨论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草案 预设医疗指示在一项法律文件 当病人在被诊断为末期 或者处于不能逆转的生命受限状态等特定条件下 定名不希望接受维生治疗 在病人失去精神行为能力时 预设医疗指示就会生效 由专家建议使用罪事伦理方法 医生在同病人定立预设医疗指示时 应该多了解病人治疗决定背后原因 意义和故事 而非签了白纸黑字的文件就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